来把你们的标准先停一下 flare这块还差好多小的东西没有讲 今天开始的每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的技巧 之前咱们学过曲线运动 我们今天先介绍一种就是用元件来实现的曲线运动 这个你们看过吗 这个你们放过没有 这个飘带 这种飘带的画法如果用曲线运动你会不会画呀 循环曲线运动朝一边移动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不是画出来的 即使你绘画能力稍微差一点的话 学会这个方法一样能做出这种效果 看起来很柔和是吧 不如我发明了 我也是拆别人元元件学来的 偷别人的东西 所以把这方法介绍给大家 这样来做 跟着我来做 一步一步来 创建一个新的文档 帧屏每秒24帧 帧屏每秒24帧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元件 创建一个新的元件 图形元件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使用椭圆工具 椭圆工具去掉填充色 椭圆工具去掉填充色 然后在新建的这个元件里面 拖拖拖一个正元把它中心对齐 拖拖一个正元中心对齐 这新面板快点进来进去吧 听说K 对好以后 然后呢 再用这个圆形工具 在里面再拖一个圆 或者你复制一个也可以 中心对齐 就是两个同心元 然后两个之间距离稍微近一点 稍微近一点 这个距离就是 两个圆之间的距离呢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飘带的这个距离 所以飘带不要太宽 做好这个圆之后 那么下面的工作 注意听啊 就是我们要 稍微做大一点 我们要调整这个圆 的形状 把它调成一种花边的形状 就是有这种感觉的形状 让它边缘不规则 知道吧 这样就可以 调的时候 尽量圆滑一点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画正圆 不要让这个形状跑得太圆 你要画这么一个东西 就不行了 不要划成椭圆 边缘虽然是花边 但是还尽量在这个圆上 现在来调这个形状 就会有这种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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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会有这种形状 你不要再穿 然后就会有这种形状 煞龄线 就是 在这种形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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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千万别调的太怪 像我这种的已经是够复杂的 别再复杂了 先说了不要出现这种劲 不要出现这种劲 把它调的圆滑一点 调好这个形状之后 然后使用填充工具K 填充工具K 调一个颜色 填上 我们刚才画的这个线条 我画的时候呢 这个线条默认是一像素的粗细 我把它稍微调粗一点 调成三像素 这个根据你个人需要 看着啊 下一步 下一步 这个形状调好之后 这是元件一 用Ctrl F8 创建第二个元件 图形元件 Ctrl F8 创建第二个元件 图形元件 然后呢 把刚才做好的元件一 拖拽到元件二里 中心对齐 拖拽到元件二里 中心对齐 然后我们花一段时间 让这个圈转起来 这个都会做 我们之前学过 比如说比70帧 然后创建 元件动画 这样的选择一个 旋转方向 顺序帧或者逆时帧 这个都测试不了 我就在这边测试 这种速度就可以 这种速度就可以 顺势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 这个随你 记住你做的帧数啊 我做的是70帧 70帧的旋转动画 然后 回到场景 回到场景 把刚才做好的那个元件 旋转的元件拖拽进来 如果刚才 我这个是70帧 那在这应该延长到都是这样 对69去掉重复的一帧 去掉重复的 我是实际 直接在场景里做的 实际上你们在做的时候 看需要了 有可能应该是做在 还是做在元件里 做元件里吧 把它删了 把它做元件里 保险一点 再创建一个元件 再创建一个元件 把元件一 把元件二拽进来 元件二拽进来 然后延长到69帧 这个有点像我们之前做过的风车动画 但是在这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新的效果了 用任意变形工具把它压扁 任意变形工具把它压扁 然后我们有了旋转的这个动画 本身要旋转的动画 这样在 这个元件上面 在这个元件上面 再创建一层 再创建一层 这个效果是用遮罩实现的 我们要在上面来制作一个遮罩 那比如说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让它作为漂带的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 使用直线工具 你要一定要用直线工具 这个画的要很规则的 从这个地方把它卡开 截取一部分 这个地方 截取一部分 然后使用 填充工具 把这填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无所谓 可是遮罩 删掉线条 在遮罩层里面 遮罩层里面是不能有线条的 这一部分作为遮罩 然后呢 把上面这一层 点击右键 转换成遮罩层 你只看这一部分效果 是不是一个漂带的效果 对吧 69帧 我放到 这预览一下 你不要做 你不要放到场景里 先看着我做 预览一下 这就是一个漂带的效果 但是这个漂带效果 还不是很真实 它呢 你会感觉两边 这个固定点太硬了 对吧 挑起来 如果说这边是结束的 那个点 它总是在一条线上 会看着它不真实 这比较 比较别扭 让我们修改一下 回到我们的 刚才的这个元件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 让你在 做这个 遮罩的时候 用直线来画 就是要求这个形状 很规则 很规则 它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边缘 太硬了 没有变化 第二个 我们的旋转 这个漂带 本身是不是带有线条的呀 这边缘没有线条 这看起来 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要把 边缘的线条 也加上 咱们先修改 这个边缘的动画 改边缘的动画 实际上很简单 一 等于70 我们这个旋转的圈 也是一等于70 那么 遮罩的变化 如果第一针 是这样的话 那么最后一针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对吧 也是一等于70 所以我们应该在 遮罩这一层的 第70针 F6 遮罩这一针的第70针 F6 插入困境针 那么中间添加一点变化 就可以了 随便添加有变化 看一下怎么添加 第一针 这一针 随便找两针 创建一个困境针 注意我们只修改 它结束的这个位置 摆成这样就行了 看懂了吗 有一点变化就行了 中间随便找几针 中间随便找几针 就行了 然后前面一部分 创建形状动 第一针和第70针一样 我们为了去掉重复的一针 在形状动画里 你可以这样 整个形状动画 创建完以后 整个形状动画 创建完以后 把第69针 第69针NF6插入关键针 第69针NF6插入关键针 然后最后一针 第70针删掉 把最后一针的这个动画取消 这样来做 我们现在解决了 就是说结尾的这个位置 有变化的这个效果 可以让它有一点前后的这个起伏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么剩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在最后添加出 它那个边线来 这个边线怎么做 让刘老师回答一下 什么 根据这个形 一人一人画上 最后这根线怎么加上 想一想 做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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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刘老师怎么加上最后那根线 做减条 做减条 所以这根线是不是要移动啊 所以这根线是不是要移动啊 这根线一直在移动 而且它只在飘带的范围内出现 是不是啊 反过来想想怎么做 我都跟你说出来了 我都跟你说出来了 只在飘带的范围内可以看到这根线 而且它 它这个飘带的移动的位置跟什么一样 就是最后这个最后这个线 它的位置跟什么一样 跟遮罩一样 反过来想想应该怎么做 遮罩层是不是不能有线 但是你的思路是对的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线的位置了 对 动画都做完了 这么来做 我直接复制这一层 复制针 所有层全选复制针 新建一层 然后在这一层上 点击右键 针贴针 针贴针之后 因为咱们刚才复制的是遮罩层 所以这一层也会自动的变成遮罩层 把它取消 那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加线 对 每一针加线 就是关键针贴针加线 关键针加线 然后呢 删颜色 填充色删掉 删完之后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线条的位置了 是吧 线条跟这个情况是分层的 分开的 那么如果只让线条在飘带的范围内出现 怎么办呀 遮罩 拿谁当遮罩 漂带做遮罩 对吧 那么是不是就拿最下边的做遮罩就可以了 它能做遮罩吗 为什么做不了 原件怎么不能做遮罩 原件可以做呀 复制 在上面新建一层对不对 原位粘贴 这什么意思呀 上面是不是用飘带去遮这个线条啊 遮线条 但是飘带这个原件里面 飘带这个原件里面 原件一 是不是边缘有线啊 线条一般是不能做出照的 但是这种简单的没关系 它能够 一般情况咱们还是把它去掉 就不要写上 咱们先把它留了 一会去取出这个问题 在这把最上面这一层 直接转换成做遮罩层 是不是就是最后这个效果 我们把边线添加上了 它是在飘带的范围内来显示刚才我们做的那个线条 就是这个原理 不过放大看一下它有一些问题 看相接的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它呢就是 是这个原因 因为线条我们虽然调的是三向速 但是它是以线条中心为准的 就是说边缘的这个位置 它不是说全能显示出来 是线条本身的问题 因为它是线条的格式 就就是这样 这没什么好办法去修改 除非你这一天去点 那么在这咱们修改的办法就是 第一个避免遮罩层里面出现线条 现在遮罩层已经出现线条了 好在它是比较简单的 没什么大的问题 我们直接把原件一里面的这个线条 把原件一里的这两根线条 变成填充的颜色 变成填充的颜色 就是说在整个动画里面不会出现线条 而只有填充色 Flight有个功能就是把线条转换成填充 方法是这样的 你可以全选 或者单选两根线条也可以 进入原件一 进入原件一全选 然后 这样已经选中线条了 在工具栏修改这一项 修改这一项里面 选择形状 形状 你们这个叫形状啊 shape 选择这一项 对 convert 转换 lines 线条 to 变成填充色 fills 就是这一项 将线条转换为填充 我到这项了吗 你直接一点 这样的话 线条不是特复杂的话 不会出现问题 线条复杂会出现问题的 这个 所以线条画的简单一点 然后你点一下这个黑线 看一下属性面板 属性面板 是不是线条这变成叉的了 填充色量了 证明它已经是填充色了 而不是线条了 明白了吧 这样的话 再回到我们的元件3 看一下这个边缘 接上了吧 因为它已经填充了所有地方都能显示出来 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原来有人问我怎么把这做成圆角 当然我没辙了 自己自己想去吧 这样呢 这个飘带就做完了 然后你可以拿出来用 69帧的一个飘带 我在场景里面 把元件3放进来 你可以在前面夹人 你随便在前面画一个人物 那飘带放在后面 那就能出现这种效果 我连走有点像挖 这种飘带呢 可以直接这样做飘带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 做在冒烟的那个效果里面 把它拉长往上走 可以做成冒烟 但是如果你的形状做的太规则的话 看见还是像转圈 所以我换了一种方法 靠这花旋女 你能看出是转圈吗 刚才这个 这个你看着像转圈吗 而且它本来也不是转圈 但是是用那种方法发展过来的 这个其实很简单 也是那种方法 我把这个展开你们看一下 直了就显示不出来了 我电脑太慢了 那看一下 这是那个我的飘带的那个元件 做的时候还是用刚才 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区域去显示飘带 然后有一个用飘带 反过来遮那个遮障 去显示两边这个线条 方法都是一样的 不过我的那个走的那个飘带 不是圈 而是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长条 就是一个长条 只不过左边这一部分 和右边这一部分的形状是一样的 能理解吗 我让这一部分走到这 跟前一部分重合 实现刚才那个效果 这样就没有转圈的感觉 能理解了吧 对 是总法动的那种效果 这东西都看你怎么去用 实际上都很简单 你要把它分析出来 今天这个曲线移动就讲到这 好 谢谢 谢谢